有人说,中国天问一号是靠美国才成功登陆火星的 理由就是,他们登上去了,我们才开始的模仿抄袭 你们同意吗?大家我是小猫,一位艳鹅的科普作者 祝荣号火星车终于开始巡视了 这也依费着天问一号火星探测的三个任务全部都顺利完成 后面就是常规的巡视,真正做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大概率也不会后来者 这本是值得我们骄傲高兴的事情 但是我却发现有一股奇怪的言论 天问一号是靠美国技术才登陆上去的 我原本以为只是个个例,就没管 结果越来越多 什么中国超级漂亮技术站在别人肩膀上的 没有美苏,中国没办法成功登陆火星类似的话 他们的理由是,有了美国在多年中登陆火星的多次经验 比如,美国是第一个成功在火星上展开巡视的国家 之后更是多次登陆火星,并且向世界分享数据 而中国这是凭借美国一次次无私分享的数据和技术 才有了登陆的底气 你看,诈爱听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这不是前人灾树后人乘梁吗 中国不正是那个后人吗 如果对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不够了解的人 还真容易被带进坑里 让我们心里会产生一种自我否定的情绪 这些人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中国真的是凭借美国技术才成功登陆的吗 当然不是 这种说法实在,实在太过天真了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既不了解中国航天发展史 也不了解美国的封锁政策 甚至美国大部分人也不敢说这句话 因为比起中国来说 美国和苏联才是真正站在了巨人的肩膀 甚至头顶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其实有三个航天发展的故事 说是故事其实是航天历史上的三个拐点 而这三个拐点恰好能说明上面的结论 今天雪猫就用这三个故事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分析提示 本期依旧高年一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并且点赞长6秒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拜谢拜谢 问你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征服火星的是谁 你的脑袋里是不是马上就出现了美国 如果是 那么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很多人眼里 对于航天贡献最大的是美国 其他国家几乎都是跟着美国 这在一定程度上看并没有错 但是很多人却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家伙 苏联 相比于美国 苏联在很多人眼里更配得上 人类探索宇宙的真正先驱 原因有很多 比如人类用于运输的火箭 起源于导弹 而真正对航天起作用的是 洲际单道导弹 正式诞生于苏联的R7 凭借着R7洲际导弹 人类才开始了太空探索的盛事 此后 苏联相继完成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一号 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月球二号 第一个空间站 礼炮一号等等 苏联借着R7的优势 完成了一个个突破 甚至连第一个登陆火星的 其实也是苏联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拐点开始了 被遗忘的苏联 火星探测器的竞赛 是月球竞赛的延续 1969年 阿波罗11号飞船 在这人类第一次登上了月球 帮助美国取得了领先地位 但是苏联依旧不愿认输 双方的竞争也从月球 蔓延到了火星 1971年 美国经过多次发射失败后 终于在水手9号探测器项目上 取得了成功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枚成功环绕火星的探测器 但是这种领先 仅仅持续了几天时间 就被苏联再次暴打 1971年 苏联发射了数枚火星探测器 火星1号到3号 其中火星1号失败了 但是火星2号却顺利抵达了火星 火星2号比美国的水手9号更加先进 不仅携带了环绕器 还配备了着陆器 在环绕器对火星进行探测的同时 着陆器尝试登陆 但是由于降落伞出现事故 未能顺利着陆 最终坠落在火星表面 火星2号虽然失败了 但确实是有史以来 人类探测器第一次真正踏上火星的本体 也为接下来的火星3号登陆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个月后 火星3号也成功抵达火星 实际上火星1号到3号的配置 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环绕器和着陆器的组合 而苏联一次发射了三个探测器 仅仅只是为了确保成功率 不得不说 当时美苏的太空竞赛 有多么疯狂 而火星3号也不负众望 在经历了恐怖七分钟之后 顺利登陆火星 但是可惜的是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 火星3号仅仅坚持了14秒多一点后 就秒躺 彻底失去了联络 但不管怎么说 与很多人印象中不同 人类第一次成功登陆火星表面的是苏联 而不是美国 美国直到四年后 才凭借着海盗1号成功登陆火星 所以如果按照时间先后来判断谁是巨人 那么苏联才是那个巨人 除此之外 苏联火星2号与火星3号的探测数据 向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火星信息 有火星表面的地形 重力 磁场等信息 我们至今得到的很多信息 最早都是来源于这两个探测器 实际上在1971年 苏联在太空探索上的光辉时刻还很多 除了火星探测器 苏联在这一年还发射了人类第一个空间站 礼炮1号 揭开了人类空间站建设的序幕 其实类似的事情几乎遍布美苏太空竞争时期 在那个时代 苏联一直是作为太空先驱的存在 美国几乎是笼罩在苏联的阴影之下 即使是最伟大的阿波罗计划和国际空间站 也是因为苏联载人飞船和和平号空间站的成功 被迫山马 这就是第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苏联解体后 美国变成了这个最终的胜利者 他们的确配得上 但是在很多电影和书籍里 美国都宣扬了自己太空计划的伟大之处 却唯独不提苏联 让世人逐渐荡望苏联所做的贡献 正如那句名言 个人一小步 人类一大步 仅此一句让世人开始歌颂漂亮国 忘记了苏联才是第一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 这种文化战如同二战一样 苏联做了最大的贡献 最终却成就了美国 或许苏联的确成为了历史 但是历史不该被忘却 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后来者 确实吸收了前任的经验 但是这个先驱者到底是谁 事实上还不一定是美国和苏联 时间可能还要继续往前追溯 在航天历史上 美国和苏联就像两个横空出世的天下猛男 他们俩在太空探索上的成就无人能及 至今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他们几十年前的壮举 我一直很好奇 他们为何如此强大 能拥有远超别人数十年的技术 他们的人才又是如何积累的 所以我又去翻阅了许多文献和书籍 发现了一个共同点 美国阿波罗计划最伟大的产物土星五号 他的总设计师是德国著名火箭专家 弗布劳恩 美国另外一个伟大产物 航天飞机 他的前身其实是X20试验机 试验机的主要专家 同样是来自德国火箭专家多恩伯格 而苏联也是如此 苏联最著名的太空事业灵魂人物是克罗廖夫 他的背后竟然同样有德国火箭专家的身影 德国 专家 火箭 顺着这条线 于是一段更不为人知的历史也慢慢解开了 而这第二个故事还追溯到德国V2火箭研究时期 灰心针的计划 组建了由多名美国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 这些专家在战后专门被派到德国执行秘密任务 包括争夺关键人才 技术和材料 以及研究那个震惊世界的V2火箭 非常有意思的是 中国院士前学森作为鉴别火箭技术的专家 也参与了该行动 在这次行动中 他们带回了V2火箭总负责人 多恩伯格 总设计师 冯布劳恩 以及各种资料 一举奠定了美国的航天基础 而苏联虽然也派出了他们的火箭专家 随军到达德国 但最终还是落后一步 不过也收获颇丰 也囊括了众多的火箭专家 以及大量的材料和V2火箭 并且开始复刻开火箭 俄罗斯著名火箭专家 科洛辽夫 正是凭借这些德国技术 才成长起来 苏联的航天事业 也正式开始起步 纵观航天发展史 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都是站在德国的前人基础上 才发展起来的 而中国则更加惨烈 仅仅依靠前学孙 以及零星公开的资料 才得以起步 相比于美苏 中国几乎可以说是白说起家 所以我才说 说中国站在别人肩膀上 那么别人一定是站在巨人头上 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 来得更加不容易 现在的人几乎忘记了 中国航天是怎样起步的 早在前两个月 我就科普过美国沃夫条款 是如何限制中国航天 参与国际航天合作的 这边有必要再次回忆一下 那段艰难岁月 2011年4月 美国国会发布的沃夫条款 不顾中美航天科学家的反对 禁止中美航天局合作 此后沃夫条款经过两次的增改 确立了不合作 不接待的两个内容 不合作内容就是将原本 不允许NASA与中国航天局合作 扩大为不允许白宫 NASA与中国任何官方背景的 航天机构合作 不接待则是指 不允许NASA用官方设备 接待中国学者参与 在这种条款的限制下 NASA几乎不敢在任何活动上 与中国进行接触 之后更是发生了三件惨痛的经历 第一件事就是拒绝中国记者 采访美国奋青号航天飞机的事宜 中国记者想采访奋青号 是因为上面搭载了 中国外籍院士丁兆中 与中国众多学者研发的 阿尔法斯普仪 也是中国人难得参与的 高科技航天仪器项目 所以中国非常关心这次的发射 但是很可惜 原本的许诺直接被撕毁 中国科学家没有办法见证 这一历史时刻 很多人会说 中国模仿美国的技术 那么第二件事你就会知道 我们遭受了怎样的厌防死守 2013年3月 FBI以间谍的名义 抓捕在NASA任职的中国学者江波 当时江波正准备回国 结果FBI就以江波携带电子设备为由 将其扣押 此后经历了数人审讯 但仍旧没有发现任何违法行为 结果依旧给了一个可笑的罪名 不当使用电脑 第三件事则影响更大 在国际性的会议开普勒科学会上 NASA竟然直接拒绝中国航天去参与 要知道 开普勒会议虽然是由美国主持 但也是分为美国和国际两个部分 而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拒绝中国参与 相当于是孤立了中国 这种情况 几乎和国际空间站上的策略是一样的 美国的这个举动 引发了多个国家航天人的愤怒 经过许多人的抗议 中国才被获批参与开普勒学会 讽刺的是 获批的理由是 中国科学家不是中国官方人员 想想看 连这种公开会议 都不允许美国宇航局和中国接触 更不要说什么核心技术会分享给中国了 那些说分享的人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常识 前些年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 中国人根本没有申请加入国际空间站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从1990年开始 先后在2000年 2007年 通过中国科技部表达过 合作参与国际空间站的想法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也在2001年和2005年 试图通过与欧空局 俄罗斯航天局的合作 曲线进入国际空间站 但是依然没有获得成功 中国不是不想进 而是连口都开不了啊 事实上 核心技术是每个国家的机密 谁也不会公开 而不只是美国 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个说法 如果通过公开的数据 可以学到核心技术 那么比中国更容易得到 美国支持的欧洲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 为何做不到 还有继承苏联技术的俄罗斯 为什么也做不到 其实说白了 就是科学家说的那样 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 求不来的 想想看啊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导航 因为我们与欧空局合作 研发加利略导航 最后除了被坑掉一笔钱 一无所获 中国为什么要自己搞空间站 因为中国被排除在17国之外 中国为什么自己做火星探测 因为与俄罗斯的合作 除了得到好高骛远的误解外 几乎没有任何回报 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 才逼着中国不断强大的 而那些衣服在美国身上的 往往发展的反而没有中国快 所以说中国是靠美国才成功登陆火星的 我是完全不认可的 还有很多国人说不要骄傲 其实熊猫想说啊 我们完全可以骄傲 骄傲的让国人来 谦虚的事情留给科学家 只有普通人足够骄傲 足够自信 科学事业才能积极向前 中国火星探测 其实是探月工程的延续 而探月工程 其实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延续 载人航天 其实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延续 而天问一号同样不容易 这次的祝荣号火星车上面 继承了中国科学家的大烂鲜血 比如 首创完全不用核能的火星车 从一方面来说 核能的好处很多 但是也很贵 而中国在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融合了蝴蝶翅膀的方案 伸展太阳翼 热舱保护等多的设计 硬生生地解决了很多国家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有主动悬架 侧翼行走等技术特点 都在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航天的创造力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在逐步增加 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是老一辈科学家 通过数十年的努力 一步一步攻克技术难点 才得到的 不是躺着就能获得的 而且我相信 这种延续在未来还会有 我们只需拭目以待即可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